其實我覺得傳媒是很大的責任 非法佔中基本上已經有很多法律觀點 也有很多人說過 其實如果要普選的話 其實中央已經是說2017年一定會有一個普選 但在傳媒的圈掩之下 其實青年人都是對非法佔中 是抱有一個正面的態度 我覺得這是傳媒的責任 傳媒應該是一個中立的角度 去將這件事說給我們的公眾聽 而不是在鼓動市民去做一些非法的事 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可以在非法佔中想清楚 究竟這件事是否對我們香港有一定的好處